一大早 92岁的白光荣就带着孙女下地采摘食材 她要给孙女制作一道香甜可口的点心 没想到她采摘的竟然是一朵朵刚刚盛开的玫瑰花 白光荣的家乡地处山东省平阴县 这里自古以来就盛产玫瑰 现在平阴县耕地面积49万余目 其中玫瑰就占了近6万目 被誉为中国玫瑰之香 一说起玫瑰花 一般人都会想起这种大红色的花 可是平阴出产的玫瑰却长得不太一样 不仅颜色是霉红色 而且花朵也更大 你看这个月季 这里月季 这些月季 大部分呢就是像我们在观赏的旅游旅客吧 是吧 都认为我们这个不是玫瑰 清零节送的那个才是玫瑰 大部分人都这样认为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个清零节是洋节嘛 从国外传到我们中国来的 一个国来的 对一个国来的 到国外呢 清零节送的那个玫瑰呢 就是我们在国内说的 月季华里边的一个品种 就切花月季 咱这个国内这个玫瑰 就是咱这个玫瑰 就是咱这个玫瑰 咱这个玫瑰呢 使用玫瑰可以直接吃 可以直接食用啊 对 直接吃 没问题 吃上来有甜甜的感觉 稍后点让点点色味 稍微点点色味 这个食用 当入口啊 是有点这个香香的 甜甜的感觉 但是后味还是有一点点 微微的这个色的味道 原来平音的玫瑰 才是真正的玫瑰 而且还可以直接食用 这里的很多人家 世世代代都会用玫瑰 做各种家常菜 炸玫瑰 玫瑰饺子 玫瑰炒鸡蛋 当当 玫瑰早已在不经意间 融入到了平音人的 日常饮食之中 巧合的是 平音县的长寿老人非常多 九十岁以上的老人 多达一千多人 大约每十万人中 就有六名百岁老人 非常接近联合国 平定长寿之乡的标准 即平均十万户籍人口中 有七名百岁老人 平音的这些长寿老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饮食习惯 那就是爱吃玫瑰 九十二岁的白光荣 眼不花 耳不聋 还可以非常熟练的 秀鞋店 除了每天秀鞋店 打发时间 白光荣的作息 格外规律 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 庭院里的花草 都有它单独打底 白光荣的家人 向我们透露了 老人已坚持了七十多年的饮食习惯 那就是 每天都要吃自己腌制的玫瑰酱 这或许也就是 白光荣老人的养生意觉之一 玫瑰酱的做法并不复杂 先摘下玫瑰花瓣 再将经过清洗后的玫瑰花瓣 与白糖混合揉搓成酱 你每年都做这个玫瑰花瓣吗 一般都会做多少啊 这些摘了白糖的玫瑰花瓣 要经过一年的发酵 才能变成玫瑰酱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去年腌制好的玫瑰酱 热情好客的白光荣 要用去年腌制好的玫瑰酱 给我们做玫瑰糖包 这也是当地独具特色的一种点心 他先将面发好 分成小块 然后开始擀面皮 一旁的儿媳妇怕老人太劳累 想来帮忙 可白光荣还是喜欢自己动手 因为每天吃点自己蒸的玫瑰糖包 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将包好的糖包放到锅里蒸 只需要挡上十分钟 就可以享受这道美食了 尝尝您做的玫瑰糖包 我从来没吃过这个 尝尝 咱俩吃一个 哎呦您看 这皮子啊 热热烫了 甜丝丝的 这个玫瑰的香气 加上这个白糖的味道 就甜润可口啊 真的很棒 奶奶 您这每天吃几次 这玫瑰糖包 你吃 给我们的吃 谢谢 没想到拍摄间隙 老人竟然直接拿起桌上的玫瑰花瓣 吃起来 奶奶您都是这样直接吃玫瑰花瓣 嗯 活血的 哦 活血 嗯 你好过多杯啊 白血 好润 有不都想吃这个这么贵啊 平茵人用玫瑰养生的历史很悠久 相传 早在唐朝的时候 武则天就非常钟情平茵玫瑰 除了每天清晨 饮用玫瑰花瓣 他甚至还会用玫瑰花 泡澡和敷蝶 六十岁时仍然容颜不老 平衣玫瑰对于他来说是美容养颜的盛品 五大针 可以治疗可以治疗也可以当食物吃这你们大家都吃过吧玫瑰酱了玫瑰饼玫瑰这个糕了对吧 这叫食就是在商店里头也要卖的 什么叫钥匙什么叫内外两用呢 可以内服大家都知道 还可以外用做面膜呀做玫瑰精油啊 这全世界都在用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子 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另外呢 玫瑰花瓣的最大特点就是我们叫的行气活血化玉 那脸上才能够是红润的 由于很早就认识到玫瑰的养生功效 平衣人很早就开始用玫瑰造酒 在清代平衣县制中就有记载 西地生来千万枝 恰如红豆寄相思 玫瑰花瓣香如海 正是家家酒熟食 可见平衣人那时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酿造玫瑰酒了 如今在平衣除了饮成瓶 已经很少人用古法造酒了 要先挑选上好的玫瑰 再加入高凉酒充分搅拌 将其放入室外酒箱中晾晒一年 最后再把晾晒好的玫瑰放进蒸锅将酒蒸出来 看上去传统的玫瑰酒制造工艺并不复杂 可是用来蒸酒的水却要十分讲究 每次蒸酒前 饮成瓶都必须要去一个地方 去蒸玫瑰酒所用的水 原来它来取的是平衣周边的泉水 济南有72名泉 其中平衣境内就分布着四叶 可是这蒸玫瑰酒的水 为何必须选用泉水呢 我妹的玫瑰酒是用这个水 你想想出来的 那这个泉水它好在哪 它这个是含很多的矿物质 含弱碱性 对人的身体有很多好处 直接能用 可以直接喝 你尝尝 哎呀这个水很清烈 微微的有一点点甜 是很甘甜的 如此清烈的泉水 不仅可以拿来蒸玫瑰酒 还可以拿来浇灌玫瑰花 因为泉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微量元素 十分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平衣世代出产高品质的玫瑰花 与泉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将泉水加入到 晾晒印岩的玫瑰酒里面 盖上盖子蒸 再把蒸好的玫瑰酒 装进坛子里 然后就到了 酿造玫瑰酒最核心 也是最关键的环节 那就是将这些酒坛子 放在酒厂后面 隐蔽的酒窖里 这个酒窖 是整个酒厂里最神秘的场所 平时 除了饮成瓶 其他人都不允许进入 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 他决定带我们进去看看 这个鞋一直在外面 现在就在装备齐全了 你们可以进到酒窖里 这里边好暗 刚进入酒窖 一股浓郁的玫瑰酒香味 便扑鼻而来 刚走不远 我们便发现 这里与我们平常所了解的酒窖并不相同 不仅地上绵糊糊的 所有的酒坛的上面 还残留着许多白色物质 这都是益生菌 咱们这个东西就是传统工艺 用猪血和桑皮纸 最传统最古老的工艺 把它糊上以后 就是说在这个温度一定的 就是咱们这个地窖 就是保持了这个温度以后 它就长那个益生菌了 最长的时候你看 它能长到七公分 七公分就相当于女生穿的高跟鞋 对对对 除了坛子上面的益生菌 我们还发现 由于酒窖 常年无人进入 墙角到处都爬满了蜘蛛网 我们不禁开始担心 这些蜘蛛网 会不会影响玫瑰酒的品质 这个为什么 这个不能 就把益生菌破坏了 这益生菌破坏了 你说蜘蛛网 还能起到保护益生菌的作用 对对对 每年二三月份 都是益生菌的快速生长期 而这时候 饮成品都会将蒸好的玫瑰酒 放入酒窖 这益生菌对玫瑰酒 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 对这个酒的成熟 起到很大的作用 他对这个呼吸 这个酒 要是没这样 他不会说是 叫藏就是好的好的 这个地方 他这个一年 就是说 东中方一日 世上一千年了 就是说 就是这么说的 东中方一日 世上一千年 就是 这个酒 喝到这个地方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沉酿的概念 对对对 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 环境里 它能 一年能提 三到五个 氨基酸 虽然 东中方一日 世上一千年 这一说法 有些夸张 但是 这也说明 一生菌 在玫瑰酒的酿造过程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装玫瑰酒的酒坛子 是陶制的 而陶制品的分子结构 并不严密 属于微孔结构 玫瑰酒 通过坛子上的微小气孔 进行呼吸 而一生菌 正好帮助玫瑰酒的呼吸 在酒窍储存时间越长 玫瑰酒香味 也就变得更醇厚 这个时候 尹承平十分神秘地告诉我们 他要带我们去看看 酒窍里最珍贵的一坛酒 来 上来看我这个宝贝吧 你慢点 这个 这个几十年都没人进来 你看 这个酒窍 是不是比刚才那个 那里面更久 对 你看 这个 你这个都是 地上更黏糊 这个 几几年的 这个都有 你看 这都是八九层 看 这个 里面那一层 这个有点 看着像棉絮 那是什么 不是 这个都是 丧皮纸的特征 你看 这都是 这都是几十年的了 哇 这个好清楚 那现在可以喝吗 你喝喝吧 度数可以高的 有多少度 现在七十多度 我不会喝了 然后一脑一酒 让你出不去了 没事 你给我拿着 我尝一尝 我第一次喝这样的 这个原因 尘尿 七十年的玫瑰酒 尝一尝 哎呀 都是很高的 太辣了 这个酒 但是这个回味 还是有这个 玫瑰的那个香味 严老师 像这坛酒 可以说是 沉酿了六七十年的 那要是拿到市场上 去卖的话 得值多少钱 这坛的可以说是 几十万都不值了 几十万都不值 对 古法酿造出来的玫瑰酒 不仅味道甘甜醇厚 而且还具有 礼器活跃 滋补益盛的 养生功效 饮成品的酒厂 每年收入 高达一千万元 在平音 大约百分之四十的人 都在从事 与玫瑰有关的产业 种植玫瑰的 做玫瑰产品 加工的 销售玫瑰产品的 每年五月 当玫瑰大面积盛开的时候 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凌晨四点半 刘来远就起来 前往自家的玫瑰田地了 五月正值玫瑰盛开 这段时间 他都要凌晨起床 在采摘玫瑰前 他都得戴上头灯 看不见 天不亮 就得这花 原来花农摘花 还要讲究时间 必须赶在日出之前 把花摘完 在平音 很难看到 大片盛开的玫瑰花田 就是因为 这里的花农 都跟流来远一样 在日出之前 已经将花采摘了下来 可是我们却发现了 一件奇怪的事情 流来远在采摘玫瑰的时候 不仅采摘盛开的玫瑰花 还要采摘玫瑰花蕾 现在需要 就是手骨花蕾 这个价值还贵 还贵一点 没开花的反而贵 对 没开花的贵 这个花蕾就是 就是 做 就是香料 饰品 化妆 还有若菜 这个都可以用 其实 除了花蕾 和盛开的玫瑰花 流来远赶枣 主要是为了采摘 现在市价最高 半开的玫瑰花 半花 还没完全开放 还没完全开放 这个花 现在是 两块两块钱 两块钱一斤 这个花 这个花 现在就是 七八块钱一斤 为什么要 就说 在天不亮 一向就是那次来采 一旦天亮了以后 它就开开了 开成大花了 开成大花 就 价钱 价钱就没这么贵了 流来远的四母玫瑰田 今年就给它带来 近万元收入 它的收入 还算是花农中 比较少的 采摘下来的玫瑰拌花 会随着时间 与接触到的阳光 缓慢绽放 为了保证 拌花 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流来远 必须在日出之前 完成所有采摘工作 由于全花 拌花 花蕾的价格不同 这三种花 必须分开 送到专门加工玫瑰的工厂 进行加工 花蕾可以制作花茶 拌花可以制作 价格昂贵的花冠 全花可以提取 玫瑰细胞液 可是 玫瑰细胞液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这种细胞液 它是通过 低温除湿冷凝技术 将玫瑰花中的 玫瑰汁 提炼出来 它有什么根象吗 它呢 主要是里边 还有很多营养成分 比如黄铜 黄铜它可以抗氧化 抗衰老 还有它里边 还有很多方向分类 它就是说 使人闻到以后 可以感觉心情比较愉快 全花不仅可以提取 玫瑰细胞液 还可以提炼精油 这些精油价格昂贵 主要出口海外 据统计 平阴玫瑰精油 每年的产量 在300公斤左右 而一公斤的价格 大约在10万元 现在 平阴有23家 专门制作玫瑰细胞液 玫瑰精油的加工厂 为了最大限度的 用玫瑰创造财富 平阴人还创造性的 利用玫瑰酱 玫瑰细胞液 等玫瑰衍生品 做出了多种 养生滋补的 美味佳肴 吉麦专门制作玫瑰燕 已有十日年 他做的菜 不论荤素 不管炒的 炖的 还是凉拌的 都跟玫瑰有关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的调料 这是玫瑰酱 这是玫瑰酒 这是玫瑰西泡叶 这是玫瑰花 这是干花瓣 这各类的玫瑰花瓣都聚齐了 给我们介绍完配料以后 吉麦丰制作的第一道菜 是用玫瑰酒做的玫瑰乳歌 只见它在乳歌上 反复涂抹玫瑰酒 为了使玫瑰酒更入味 乳歌要腌制两个小时 在等待腌制玫瑰乳歌的时候 吉麦丰又开始制作第二道菜 传统玫瑰点心 玫瑰梨丸子 除了玫瑰酱 它还将黑芝麻 白芝麻 花生 核桃 等补气养生的食材 放在一起碾碎 制作成馅 再把这些馅 包进离丝和面粉里面 玫瑰不仅可以做成热菜 还可以做成凉拌菜 可是在制作完凉拌菜之后 吉麦丰竟然往凉菜上 喷玫瑰细胞液 喷上去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它增香 增它的玫瑰花香 那做其他菜的时候 会不会用得着这个玫瑰香花枝 一般都是短时间上桌 就是做出来马上桌的 才能用到这个东西 时间长了它就挥发了 大约三个小时后 一桌玫瑰宴就做好了 一共有24道菜 现在一桌玫瑰宴可以卖到1000多元 今年5月份 慕名前来平音赏花 品尝玫瑰宴的游客有30多万人 吉麦丰的店里平均每天要卖出36桌玫瑰宴 在平音专门制作玫瑰宴的饭店酒楼随处可见 到平音吃玫瑰也成了旅游新热点 尝尝这个玫瑰宴非常有特色 真不错 做这个饼得要感激热 因为玫瑰花开了旺盛的时间 就是5月1号到6月30号 花期两个月 所以要是在别的时间来 你是吃不上的 这个粥可以吃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真是太棒了 像玫瑰花它就有很多的这种 调理了身体基本的功效 止咳 孕肺 养肺 养颜 美容 都有这些功效 平音人不仅利用玫瑰的养生功效 制作玫瑰宴 他们还对玫瑰进行研究 早在1959年的时候 平音人就成立了国内唯一的玫瑰研究所 并不断开发玫瑰新品种 1988年 在老品种重办玫瑰的基础上 培育出了风花一号玫瑰 这种玫瑰与传统玫瑰相比 提高产量的同时 还增加了玫瑰的出油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平音玫瑰成了平音人的致富化 平音人对玫瑰的研究工作 一直没有停止过 甚至还将玫瑰送上了太空 2004年9月 100颗平音玫瑰种子 达成第20颗返回式科学与实验卫星 飞上太空 玫瑰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对返回地球的太空种子进行了研究 没想到 种植出来的玫瑰品种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为了这个培育型品种 我们就是把这品种的种子 太空一种 我们现在确定了两三个型品种 在待会儿看着哪里去 在这边是吧 从那边出 这个就是 这个品种呢 就是比渊县的品种 这个花心花色变了 这是渊县的品种 渊县是红色的 现在呢 变肥色了 浅肥色 这一个 它呢就是花心也花大小也变了 这个大 这个小 从太空回来的种子 太空花就变了 这一个方面变色 这个呢 就纸球变了 渊县的纸球呢 上面刺比较多 刺 现在呢 就没刺 都没刺 这刺一个没有 除了我们看到的 粉色太空玫瑰 平音人还在不断研究 其他太空玫瑰种子 经过初步研究 发现另一种太空玫瑰 产量高过风华一号 如果将来推广 平音玫瑰的产量 还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千百年来 玫瑰对于平音人而言 不仅是养生的真品 还给他们带来了 无尽的财富